145 戴公報 青年發展基金配對上限1比2 2015年7月11日 港文A12 戴公報信 記者吳暢峰報導 政府考定青年發展基金運作細節 全數3億元撥款會供未來10年使用 由明年起每年斥資3千萬元 以至今配對形式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創業計劃 以及舉辦各類創意活動 輔助青年創業 參與機構每年最多可獲政府200萬元資助 可自由以資助或貸款方式協助青年創業 同時需舉辦不同系列工作方 為創業者提供業務資訊 專業指導及協助建立營商網絡 炒100萬政府資助200萬大公報 昨日已報導施政報告建議 以施資3億元成立的青年發展基金運作 刊牌的初步構思 民政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建議將基金劃作兩個用途 除了以至今配對形式支持青年創業外 並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創新青年發展活動 局方指創業基金的配對比例上限為1-2 即約受惠的慈善機構、青年團體、大專院校等機構 動用100萬元資金支持青年人創業 政府便會向機構配給資助額200萬元 每年接受一次公開申請 青年事務委員會負責制電基金的運作細節 政府稱該會的主流意見認為 除了須要向創業青年提供啟動資金 亦須提供專業培訓諮詢和支援服務 為創業青年拓展營商策略及人物關係 政府要求非政府機構於獲取資助之後 須為創業青年提供合適資訊 不限於簡介會或工作方等模式 邀請導師分享經驗及作出指導 而政府亦可根據各項創業計劃的規模和需要 向機構撥出一定款額作行政費用 創業地點不限為不能涉淹走當局 建議創業青年的年齡須介乎18至35歲 不限於本地、內地、海外以至網上創業 但不能從事淹草或酒精生意 申請基金的所有機構 均須經過當局評審小組的審核及面試 成功後財會分階段發放資助款項 而政府及青委會也會不時派員巡查 各項創業活動 若發現任何違規情況 政府有權要機構交還以發放的基金撥款 作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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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積極